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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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课本195页 现在讲到八正道是唯一的解脱道 所以他这里讲 文学经里面也这样说 唯有一大正清凉八之道 所以说八正道 这里有一个图 戒定会跟八正道的关系 政见正思维是会学 政理政业政运是戒学 政念正定是定学 政精进 精进就骗你戒定会 那一称就是唯一的一条路 唯一的法门 就是不二法门 我们来看三圣共法里面的所谓 三不若学 初真上师罗 心地尽真上 不心令不犯 也别得解脱 在道地的说明中 就是苦极灭道 四圣地里面的这个道地 那么八正道的体系最完整 就是一般来讲 道品里面 如果依论诗来说 所谓的七类三十七道品 那七类三十七道品里面 包括四念处 四正前 四罗一族 五根 五立 七觉之 八正道 这七类里面 其实道品不止这七类 那么 只是说 后来布派把它 就是整理 那么比较常见的大概是这七类 但你真要把它算起来 也不止这七类 那比较常用的就变成 所以我们所谓的七类 七类三十七种 七谷之分 就是我们叫做三十七道品 那三十七道品里面 那四念处 四正前 四罗一族 五根 五立 七觉之 八正道 那八正道算是比较完整的 一般是三十七道品 这个是苦吉面道的道 就是修行的方法里面 那么主要分做七大类 这个七大类是布派分的 四念处 四正须 四如一族 五根五立 七觉之 五根五粒 八正道 這個八正道這樣的一個梳理 它是比較完整的 比較最完整的 如果這樣比較起來 確實是 他說現在依三學來說 就是依界定位來說 說到慧學時 再敘述八正道 以明佛說道平的慧性 出說真葬斯羅 斯羅是梵理 意義就是戒 他說有平治清涼的意思 斯羅有清涼的意思 一聽到戒 就想到戒條 其實這是成文的規制 就是明文規定 那麼是因時 因地 因姬而不同的 所以佛陀至戒 現在我們講的這個是三聖共法 那麼如果是五聖共法裡面的戒 我們可以翻一下看一百二十 大概在前面一百二十四頁 甚至對照一下 五聖共法裡面也有戒 那五聖共法裡面的戒 主要就是五戒 所以他這裡堅忍持禁戒裡面 所以余己渡塔庭 莫殺莫形象 悟道 悟邪癮 悟作虛狂癮 飲酒 拜仲德 主要是這個五聖 然後另外 所以說五聖盡情受眾福之首歸 就我們前面講過一百十八頁 重點就是五聖 五聖之後就是八官齋見 那麼一百三十頁 佳形日夜見 隨順出禮著 那一百三十二頁 我們就講八官齋見 然後之後就是十三頁 那麼這個五戒十三 基本上是五聖共法裡面的 我們翻回來 那麼三聖共法 五聖共法是人天的 所謂五戒十三 那三聖共法不是 三聖共法是解脫人 是要向解脫人 那向解脫的戒法就不太一樣 那主要就是出家見 那五聖共法重點是在家見 那其中的八官在見是在家來修出家見 不過就是一天一夜 就是短期出家一天一夜 所以這裡的重點 基本上就是出家見 以秋 以秋 禮 三陰 三陰 四昌 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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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五重 那先來講到戒條 那佛字戒 如果是五戒 八戒 就沒有 就一樣了 沒有什麼就是有變動 那以秋 以秋 明節就不一樣了 它是一開始佛沒有人次見 那後來因為看情況 看人 看狀況 有所謂的開遮詞範 那麼會調整 那所以他說是因始 因地 因機而不同 重要是戒的實質 那戒的利用是惡 止 善 邪 就是犯一切肉 休一切善 惡 停止 那麼善 能夠去推行 能夠去做 依佛的本意 絕非專從法治規章去約束 而是要從內心的靜置而來 那麼戒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們說防非止惡 最重要的是怎樣 因為你防非止惡 你才能夠去遵行這個善法 那戒的功用最主要的就是 那麼預防防非 預防你要造作的故事 比如說你受了五戒也一樣 那這個出家戒也一樣 比如說你受了不殺身券 你受了不殺身券 當你要殺身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不可以殺身 就是說讓你要殺身 我不能殺身 就是你之前就知道不可以殺身了 那你就可以預防 那麼防非止惡 就是你不會去殺身 因為你有受見 所以你不會去殺身 即使是馬蚁你也不會 那麼止惡 就是當你殺身的時候 你忘記了 或是你這個沒有辦法控制 那麼你還是殺身 那麼這個時候你會什麼 你會懺悔 那麼懺悔就會讓你下一次要殺身的時候 然後它會產生一種克制 但是說你還沒造惡的時候 可以讓你不造惡 你正在造惡的時候 可以控制你不造惡 如果已經造惡了 可以防止下次 你現在造惡的力量會增強 如果你都沒有這種克制性 那麼你會變成一種習慣 而且你會越造惡就越厲害 煩惱越重 那麼戒就是這種功用 它重點還是要讓你的內心 那麼產生一種清淨 清涼 你如果起煩惱造惡 你就有熱鬧 主要是這樣 所以 他說要從內心的靜置得來 煩動腦亂的內心 為非作惡 那就是熱鬧憂 如心慈敬見 就能不悔 不悔就能得安樂 所以戒是清涼意 其實它是要除熱鬧的 那一般來講 這個阿涵經裡面有這麼一句 很有名的話 他說這個是 這個是所謂的 中阿涵的不詩經 導師講 導師引了這個 不悔就能得安樂 心境就能不悔 他是引用中阿涵的不詩經 我們可以參考 這也蠻有名的 不詩就是 你不要這樣去想 我慈戒就能得到不悔 不是 本來你這樣做 就自然而然會這樣 他說因慈戒便得不悔 他其實就是 如是因就如是果 你不用去祈酒 不用去期待 自然就會有 因慈戒便得不悔 因慈戒便得不悔 因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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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我們就不用寫 因不悔變得什麼 變得歡悅 歡喜 因歡悅變得喜 他是這麼想的 因喜變得志 它是這麼想的 因子變得熱 請您就是一樣 從這裡 因慈戒便得不悔 因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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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得歡悅 因歡悅變得死 也是這樣 因子變得熱 因若变得定心 他说有定心者变如实 接下来就有定心者变见如实 所以一般来讲 施裸不清净 三昧不现全 也是讲这个道理 你有持戒持得很好 那你要修定很难 因为那个心烦恼动乱的多 那么你很难得定 所以有定才引发如实灰 就是引发无漏灰 变见如实 那么知无珍 因戒胜定 因定发味 就是这样 那么知无珍就能够什么 得宴 就宴离欲 就能够得 就不会 不会懒着于这个无欲 那么怨就能够什么 无欲 那无欲就解脱 解脱就得解脱之 解脱之间 我身已见犯人有利所作与霸目 说好 这是他说的这个从 持戒 他说 最后他说法法相应 每一个法 就是你这样就会这样 你这样就会这样 所以一开始就从持戒开始 法法相应 不为因缘 不为因果 法法相应 以戒去至己佛 不重要 因为持戒 你能够达到解脱 这个是在讲 戒是解脱的根本 但并不是说有戒就能解脱 不是 那还是要有戒定会 还要有会 但不一定说你持戒就能得解脱 他 他是说你在佛法里面 那么你有了戒 那么你有助于你修定 但是有定 那么变见 并不是有定就有会 不是哦 那么就是你还要 这个会还要从多文虚习 就是你要理解天文佛法 要文正法 那么起正见正思维 那么你才有办法 如果没有的话 即使你持戒亲戒 你修定 修到 非想非非想 你也不会得解脱 那这个必须要知道 所以戒跟定 还是世间的 那但是因为会需要戒跟定 所以 我们说三无漏血 戒跟定 并不能够就是无漏 那么会可以让你得解脱 正得无漏 但是会是有 会的基础是戒跟定 引发无漏会之前 必须要有戒跟定 所以戒跟定 等到你做无漏会的时候 你的戒跟定也叫做无漏 所以也叫做三无漏血 就有点像 真正的剥热 智慧是无漏的智慧 但是 就是你能够见实相的剥热 才是真正的剥热 但是因为你用 你这个剥热必须从文字起观照 你在你在从文字剥热起观照剥热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还不是无漏 那个还是世俗的智慧 但是因为你从文字剥热起观照剥热 从文字起观照能够正实相 所以文字也叫做剥热 叫做文字剥热 观照也叫做剥热 叫做观照剥热 但是真正的剥热 真正的智慧就是实相 见得实相的智慧 这里戒定位也是这样 戒跟定 照理来讲都是通世间的 那么外道也有戒也有定 但是戒跟定 定不能够就生起无漏 还必须要有佛法的证件 那么你有佛法的证件 那你在透过戒跟定 你就可以引发无漏慧 一戒身定一定发慧 一慧得解脱 但并不是这个并不是说 你只要持戒你就能解脱 不是喔 他是说每一个法跟每一个法有关联 但是你在那个会那边 如果你 取得例来讲 你持戒你修禅殿 但是你在观 这个法的时候 你观 你认为有一个清静的真我 你认为见真我得解脱 他也有见一个变案 你认为见真我得解脱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见到我 你有可能 你也有可能 因为你的观念不正确 知戒不正确 你有可能 那么 政出财你会认为得出国 你会觉得这个政空无边处 你就会觉得政得涅槃 或政非小费会想说 你就会认为得涅槃 那么这样的观念 那么并不能够让你得解脱 但是你之所以能够引发无漏 他必须要有定 最少最少也要有味道不定 会解脱虽然没有根本定 但也要有味道不定 那么这些定的成就 一定要有戒 如果没有戒 那你也很难修得定 因为你没有戒就表示说 你的心都在造恶 造恶的心是烦恼动乱的心 他不容易成变 而且他还有业障还有暴障 那他不容易成变 所以他讲的是这个道理 好 那 所以他这里讲烦恼 烦恼如满地的经济 一定加骨不生 所以新地清静的界 如置地去草一样 就可以生长功德鸟 但新地怎么能得清静呢 那个就是信归一 从生人了解 药欲中信三保释地 那么这个是 就是 他这样讲 是从 成为世论里面 他有这么一句话 这个是中阿罕里面的 成为世论里面讲到说 信从生人要欲中信三保释地 好 成为世论里面在讲到信 信 信是新所的一种 那成为世论是中国就 这个 灰激大师所编的 跟玄奘大师一起编的 他是 这个 为世三十寿 世青菩萨做的 为世三十寿 那么还没有写 他只写 季寿 还没有解释 他就往生人 那后面他的弟子 有十大 十大论师来解释 这个为世三十寿 那么成为世论 就是综合 这十大论师的著作 那么编成 就是 编成一本 就是编成一本 成为世论 来讲维世的道理 那里面 再讲到所谓的五位牌法里面 有信 这种信种 他怎么解释这个信呢 他说 什么是信 于实得能 生人药育 生人药育 心静为信 所以导师这里的解释 是以这个成为世论 来说的 什么叫做信 就是心的一种 一种状态 我们叫心所 生人药育 那么心静为信 实是什么 实得能 那么信实 信德 信能 就变成是这样 实得能 那么对于什么的实得能 对于三宝 三宝的实得能 就是相信三宝的真实 那么相信四弟 这个是信什么 三宝跟四弟 这里讲信三宝信四弟 对于三宝 三宝就是佛法生 四弟苦极灭道 信实 信德 信能 实就是真实 真实不虚 德就是功德 德就是功德 人就是功能 功能是什么 人离苦得乐 就是他的功能 真实就是他真实不虚 那三宝 那这些实得能 那 身人药育 那导师这里有解释 身人药育 身切的了解 肯切的誓愿 所以对于佛法生 重点是法 那么对于佛法生 那 以及佛所说的道理 法主要是四弟 那说真人信心现前 就得心力清净 所以出国 信行人 信行人 他主要是得四不坏见 四不坏见就是佛法生见 那在佛法身上信信信信 他也能证出国 这个是信行人 从信入手 所以说信思 心尽为信 如水清诸 人清足水 那么这个也是成为神人说的 从此尽信中 从此清净的信心当中 发生止恶行善的力量 就是你有受戒了 你自然而然会止恶 那恶心没有 善心就会增加 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戒体 戒体纯粹就只是你心里面 有止恶行善的力量 那么防非止恶 并不是你受戒的时候 佛给你加上一个戒体在里面 不是 是你自己要用佛学 你自己常常警测在心 我不可以做这个 我不可以做做 我应该做这个 那心里面自我警测 自我提醒 那么他就有所谓的 防非止恶的作用 所以受戒有戒体 这个戒体并不是佛给你安上去的 不是的 并不是佛菩萨给你安上去的 而是你自己从内心上 自己涌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只是自己想要 防非止恶的这样的愿力 所以说得戒 八戒无论是在家的幽波瑟 幽波矣 那说八戒是在家而养修出家就能一部分 就是八观在戒 那么沙咪沙咪尼 四叉摩纳尼 这后面会有讲 四叉摩纳尼 四叉摩纳尼叫做学法尼 是沙咪尼而养修比丘尼就能一部分 后面会解释 后面我们再来讲 比丘比丘尼戒 起初都是以三规一得见 意思就是 最早的比丘比丘尼戒 并没有见 就是说 根据四叉摩纳尼的记载 佛陀最初的出家众 十二里面 并没有受 并没有自戒 他只有一个我们说 这个 叫做略教戒 就是大概 他就一个重点来说 佛说略教戒 佛说略教戒 并没有说 不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杀到一万 没有说这些 这个是十二年后 第一条戒是 严戒 有一个比丘 有一个比丘 出了家之后 因为那一年饥荒 他回到他家 婆婆 他的妈妈硬要把他留下来 因为他是独生子 独生子 他说你去出家了 我只有你一个小孩 至少你要给我留个种 留个孙子 让他来祭前下跃 因为这样 那个时候佛没有自戒 所以他就跟他的孤儿 有了关系 他后来很后悔 后来佛所就自戒 就从那边开始 这是第一条 那我们先讲 那这个是十二年 十二年中都没有自戒 那没有自戒 并不是说我没有交代 有 他就是略教戒 那么 他是做这样的 就是你出家都要 都要背这个 就是你进去 有戒有法 一开始 就是你进去 你要了解到 你要怎么修 或是他有一个 大概的这个 告诉你 你应该要做些什么 这个叫略教戒 他是这么说的 如果一事分率 因为翻译的问题 有些翻译的不一样 善父与口严 他不外乎就是 申口亦三月清静 善父与口严 至尽其至义 这个跟七佛律教戒 前面是一样 诸佛莫作众善奉行 至尽其义 是诸佛教 至尽其至义 之行 善父与口严 至尽其至义 生莫作诸佛 此三月清静 人得如事情 四大仙人道 仙人就是觉悟者 觉者就是佛 人得如事情 四大仙人道 这个是所谓的略教戒 这个是四分律说的 如果是另外一本律 他讲的就也一样 不过讲的多一点 我们也可以比较看看 这个是四分律说的略教戒 跟有律里面也类似 但是多一点点 这个根有律 这个根有律 就是根本 根本说一切有不疲耐的 叫做根有律 疲耐也就是 这是我们简称 根本说一切有不疲耐的 我们就是根有律 一切恶莫作 你需要看看 因为他说有翻译的问题 一切恶莫作 一切善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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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诸佛所教导的 互生为善哉 人互以义善 互生为善哉 一切善与修 口叶 故意为善灾 敬户为对善 这些生活力 与秋乎一切 人解脱中 就是还没有自戒以前 那么 比丘们的行为准则 到底是怎么样的 就是 大家是依这样来修行 行为 能够做什么 为了做什么 这个叫做略教阶 比丘乎一切 能解脱中 散户以口言 亦散户以音 就比较多一点 散户以口言 亦散户以 神莫做诸恶 常见三种言 四则能随顺 大切之手行道 一样是列教阶 但是跟有利所传的跟四分利所传的就不太一样 但是就是意识是一样的 只是四分利讲的比较简单一点 那差不多都是生活一三月进去 那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是十二年 十二年都是大家出家 比丘比丘女 后来出家都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 最早 最早出家的 吴比丘 神力佛目见人 耶神 还有这些 三加色尊心 基本上好像也没有 因为吴比丘是佛一开始 一开始就去跟他讲中道法 四定法 他就正阿尔派 正阿尔派不用略教戒了 他就身口一座清卷 你还要吩咐找到他什么 没有 那么再来就是耶神 吴比丘没有 吴比丘好像也没有略教戒 因为没有多久他们就正阿尔派了 然后耶神也是没多久就正阿尔派了 五十五个 这个是吴比丘本来就出家 耶神是在家的 那么正阿尔派之后 都出家了 那后来是三加色 三加色也是本来就出家了 那没有多久三加色一千年也都正阿尔派了 那之后是舍利弘募建人 舍利弘募建人也是本来出家的 他也是没多久 半个月就正阿尔派了 那但是他的两百五十个地址不知道多久 但是也不久就正阿尔派了 也都是出家的 所以早期的这一千两百五十个地址 基本上如果这样看起来也没有略教戒 那后来 后来是有新出家的比丘 那么就要告诉他们出家 你要你必须先要做些什么事 这个阿尔派名叫做先修犯恨 其实就是你先调辅你的烦恼 十二年中大概就是简单讲 就这样的 那有的讲五年 有的讲十二年 因为印度本身 佛法他在记载这一部分 就是佛陀从他成佛 他的一生大概只有前几年 前五年 前六年 记载的比较多 五年 六年之后 六年之后 就是到金化皇往生之后 记载的就不多 就不是那么清楚 然后后来这些传说又很多 印度又不是很重视历史 所以我这些东西 到底是怎么样 传说就很多 那一般医师的律来讲就是十二年 十二年大家就是送这个戒律 那这个简单单 你看那个根有律的就多了一点 可是看起来还是差不多一样 它的内容是一样的 就是你深口意 你要防复你的六根 所以这个根律语 根律语就是你从你的六根上去防复 不要照做恶意 不要照做恶意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 自戒一开始的略教戒 那么绿典里面也有记载 记载说什么呢 舍利佛出家之后 那曾经有请佛是不是 不是舍利佛出家 舍利佛曾经请佛是不是 为就是在十二年中后才受制 第十三年 如果医师会讲 就是第十三年 因为就比丘 回去跟他故二行礼 所以才自 第一条自研究 那之后才慢慢自 慢慢自 慢慢自 那在这中间 不知道是第几年不知道 舍利佛是第四年出家的 不是出家 是跟佛 第四年跟佛 那大概可能在过几年后 尤其第七年 第八年 第九年 第十年 不知道哪一年 他跟佛陀讲 因为佛地主要也越多 他跟佛陀说 是不是应该要制定 这个出家众的规矩 那么规定 那佛陀就跟他说 你佛说 你不要再讲了 我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要制建 因为现在比丘没有做错的 没有因为犯错的 就是现在来出家的比丘 因为从这个三加社舍利口募建年就一千多个人 之后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可能四千人多以为 那十一年中 十一年已经很多人了 那越来越多了 到第六年已经是一般讲第六年 阿难 阿难 提伯达多 已经非常多人来出家了 甚至大概到比丘尼都出家了 大概到比丘尼也是阿难之后一七年 那么就接到皇后生他就带耶稣陀罗五百公民 去要求跟佛出家 那所以大概十二年 比丘尼已经非常多了 那也许在第十年跟第几年 神力佛认为这么多人要给他一个 要自非局 那佛头说先不要 因为现在来出家的这一些 那么都还没有犯错 如果你现在就跟他先规定结界 那么他可能会想 我又没有犯戒 那个时候也没有戒 我又没有做这种不对的事 那为什么要来跟我规定这一些 所以说他是这么说 我自无罪 而强为结界 那么他会心里面会觉得 那你是在担心什么 也像这样 可能凡夫或是外面的人这么想 所以佛头就没有先结界 那这个是有这么一种说法 所以他这里讲 现在应该要讲到出家界 那在家界是 也是后来才有的 一开始归一 一开始还没有生长的时候 就有两个人归一 二归一 后来三归一 三归一就开 三归一一般就有受见 主要是这样 那所以他这里讲 说起初都是三归一得见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受见 包括三归一切都一样 因为第一个出家的是罗霍楼 那罗霍楼也是在十二年前出家的 也是第七年 第六年 第六年佛头回山神经的时候 就把罗霍楼带去出家了 那个时候进化环还在 进化环是第六年往生的 那佛头第五年第六年都回去 那可能第五年 或是第五年回去的时候 就把罗霍楼带出家了 所以进化环后来就要求佛头 以后要出家要先经过父母的同意 佛头也答应他 所以出家都要先经过父母的同意 就是从这边来 后来就把罗霍楼往生 一般说是第六年 大爱道就带着耶稣佛头去跟佛头出家 那那个时候就开始有所谓的沙咪 后来也有沙咪咪 比丘比丘也都有了 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说 你受沙咪沙咪接 你受你接 你受你接 那所以他才会说 起初都是以三归一得接 志愿归一自称我是幽伯舍 就名为得接 那后来才开始有所谓的 不沙咪接 名词佛 不托道就名词佛 这个是后来的 那么后来为了郑重其事 就是慎重其事 比丘比丘临界才改定为 白氏结磨得见 白氏结磨 白就是丙白 丙白就是报告 那么一百三结磨 结磨就是其实结磨原来就是开威 现在就是跟大家讲 丙白跟大家讲 经过大家的同意 那么 所以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白氏结磨 白氏结磨就是一百三结磨 一百三结磨 白就是丙白 结磨就是争求同意 争求大家同意 所以叫做白氏结磨 所以叫做白氏结磨 比如说后来出家要有十个人 三十七正 这是后来对电的 三十七正 和善 教授 那么结磨 那么三十七正 正就是正磨的 三十七正里面要白氏结磨 一百 丙白 要跟大家讲 就是宣告 然后三结磨 一百三结磨就是白氏结磨 三结磨就是讲了 然后大家同意 同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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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讲就同意了 如果你不同意 你就说我不同意 只要一个人不同意 你就不能出家了 这十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认为 这个人脾气不良 这个人之间不对 这个人不适合出家 一个人不同意 这个法就不行 这个法不准 他就出不了家 他是这样子 所以他这里讲 就是后来 后来圣众其事 如没有尽性 白氏结磨也还是不得见 那一般是从白氏结磨里面得见 后来 后来从白氏结磨得见 那导师说 假设你没有尽性 那你还是不得见 为什么 戒并不是从疑似 而是从心定生出来 戒体并不是说 这三世心是给你的 或是佛给你的 不是 是从你内心的尽性 心尽微信 对佛法生的信心产生出来 所以你才有自动的防徽 止恶的功能 那是你的事业 如果你不知道 那就算 就算三思七正 你也不得见 所以 讲的是这个道理 所以戒是从 生性而来的心地 亲近 从心境而起 事业 引发真上力 有护持自心 使心不犯 或失的功能 所以有一些人不清楚 他会觉得我受戒 那么我要观想 让佛加持我 让我有戒体 得亲近戒体 不是的 亲近戒体是你自己自心 我想要做到这样 我在佛前发誓 因为佛是我最注重的人 我不敢欺骗佛 也不会欺骗佛 那么我跟佛发的事业 我要做到 我就会做到 那么自然而然 你的内心有那种防徽子恶的功能 这个就叫做戒阻 你不会去违反 这个是主要的 好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 我们说戒 我们现在的戒 比如说它有根有律 有四分律 有五分律 有十分律 那么这些不同的律 最早 最早我们说 最早当然佛没有自戒 那没有自戒 后来十二年之后开始自 首先是一条戒 来两条戒 来三条戒 来四条戒 来五条戒 到最后 那么有所谓的250条戒 你只有你348条戒 这个是四分律 每一步律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渐渐渐渐渐到最后 那么佛陀在的时候 是怎样 佛陀灭了之后 灭盘的时候 那么大家设戒请法跟律 先戒请律典 优伯吕送戒 这个佛在什么时候是什么戒 就这样 就有所谓的五天七聚 我们后面再来一下 这个有所谓的这些戒 那一开始 一开始只有一步律 叫做八十宋律 这个就是优伯吕送出来的 经过八十 八十次的宋 那么叫做 叫做 这个 这一步律 八十宋律 后来慢慢慢慢 部派各个持得率不一样 开始有四分率 五分率 持送率 就开始非常多不同的率 那现在 比丘 主要是巨族界 我们从比丘界 比丘迷界来讲 比丘界主要有 现在流传在 流传在 这个中国的 主要有五部律 南传的有一部铜碟律 藏传的有一部根有律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这边就是 北传的有十宋律 四分律 五分律 申旗律 根有律 这就五部律 好 那这五部律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讲 叫做大同小运 就是比较重的界 基本上就是 根本界生产 就是比较重的界 基本上大概都很一样 比较轻的界 就比较大的差别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受的是 这个四分率 那我们之所以受四分率 就主要是受到 道宣律师的影响 唐朝的道宣律师重的四分率 所以后来大家都多受四分率 道宣律唐朝以前 大家受的命不一定是四分率 旧婆罗斯来的时候 他受的界是十宋律 那么义禁主张是根有律 所以基本上律有点不太一样 那各个部派受使的不一样 那差别主要是在那些小小界 就是威隐的这一部分 那四分率比较重是塔 所以有很多不可以塔下 怎么样不可以塔下怎么样 那么就是佛塔 那其他的像五分率 没有关于塔 但是五分率很重威隐 所以怎么穿衣服 怎么走路 怎么吃饭 各位重的很多 那这个就是有点不太一样 好 那这个是我们 因为我们很少去读这些书家的作语 也不太知道 所以我们大概讲一下 那这里讲到 戒也称为绿宇 犯语叫做三把罗 这个文比较少看到 斯罗清凉 那么波罗题目差 波罗题目差是别别解脱 那么这个斯罗就是清凉 那这个三把罗叫做等户 执意叫做等户 那么等户也有可能就是指 这个轻重等词 户一切众生的意思 他说如果做义理来讲 执意叫做等户 从道理上意义上来讲 叫做律义 所以三把罗题就是执意义 从防复过恶的功能得名 防复一切过失跟恶因 有这样的功能来得名 律义有三 那这里讲的戒就变成 所能说的道共戒 所以叫做道共律 以贵而移凡 你有智慧 你根本就不会起烦恶去造恶因 这个是最重要 就像阿罗安已经清净了 他不可能会起烦恶 没有烦恶可起 他没有烦恶怎么会犯戒 不可能会犯戒 那这个是所谓的道共戒 他说道共律 那么定心现前以定而离烦恶 就是说定共戒 定共律 就是你的定心很强 你烦恼压住了 不会起烦恶 虽然烦恼的根本没有报道 但是因为你的定力强 你烦恼调缝住了 就好像你有定的人 那么他对五欲 不会来做 因为那个定心得的喜乐 比那个五欲的欲乐更好 所以你有比他更好的 你怎么会吃那个不好的 你怎么会去摊球那个不好的 就好像你有很多珍珠 你怎么可能还会去摊那个弹珠呢 那个根本小孩子玩的 那根本你不会要 你不会为了弹珠去偷 偷这个弹珠去犯戒 去打人去杀人 你可能会为了珍珠 但你已经有珍珠了 你不会为了弹珠 那小孩子才会为了弹珠打架 大人不可能为了弹珠打架 而且你已经有珍珠了 那就表示你有定 这个定心会带来很大身心的喜乐 这种喜乐超过感官的刺激 我们欲界是感官的刺激 眼睛 耳朵 鼻子 感官的刺激 这种叫做愈乐 愈乐基本上是感官的 但是定它基本上是心的 属于比较精神式的 而不是那种弱曲式的 那差别是很大的 那你的精神 你的这种精神界里面 它得到很大的喜乐 你不会去 你不会为了要得到 弱曲式感官式的刺激而去照应 不会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定共律 那会 如果会共律 就是道共律 会有智慧 你已经出这个三界了 你怎么可能会执着这个三界 你不可能会执着这个三界 因为三界而起来 不会的 那这个道共界定共界 我们叫道共界跟定共界 如尽信三保献权 就是前面讲的信心 愿于佛法中修学 做在家弟子或出家弟子 就得别解共律 那么所以戒基本上有所谓的绿余戒 如果从这里来讲 它就是三种 它叫做绿余 一般最初的叫做绿余戒 它重点就是有几条几条 那绿余戒里面 在家出家不一样 在家两种 出家有五种 那在家两种 幽波色 幽波语都一样 没有男女之分 出家就有男女之分 在家没有男女之分 幽波色 幽波语都一样 都是五界八界 幽波色 进住男进住女 幽波语 幽波色 幽波语 女重是幽波语 男重是幽波色 那么都是五界 然后八界 这个都是绿余戒 出家有五种 五种的戒律不一样 三咪三咪女是一样的 没有男女之分 都一样 十界 三咪 三咪女 以二十岁来算 这个都一样 没有男女之分 都是十界 十界就是八界 八官宅界 再加一条不作词金领 就是十界 这个四叉摩那女 四叉摩那女是 三咪女在进去 女重 四叉摩那女 它六法界 六条界 后面会说 后来是比丘比丘比丘尼 它就有分啦 比丘比丘尼 比丘一四分率来说 两百五十条界 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条界 那这个叫做绿语一条一条的 别别解脱 别解脱界 那另外 另外就是说 我们是定调谱 那么 绿余界主要就是 防吹指 防范烦恼 克制烦恼 那么 定供界 绿余界定供界 定供界就是 一定而调服烦恼 这个是防范克制烦恼 这个是调服烦恼 盗共界 就是有智慧啦 这个是断除烦恼 就烦恼已经灌了 它不会起烦恼 这个是烦恼没有断 就是它调服住啦 不会起 暂时不会起 短时间里面 在这个境界里面 它不会起 那绿余界是 你心克制它 让它不起 这个是不一样 好 我们先下灯 休息室 休息室